为了让大家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淡水区邓宫里举办写春联迎新春的活动 里长也和志工还有贵宾一起写春联 还在一旁用环保材料做灯笼相当有趣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新年 为了要让大家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在淡水区邓宫里有里长办公室举办写春联迎新春活动 虽然最近天气人收缩不过丝毫不减对民众的热情 主办单位还特别邀请到了民书法老师陈金海等人 一起来写春联 在百年古迹银三世里头 写书法不仅是非常有气氛 而且还相当热闹 特别聘请了几位老师 那其中有我们陈金兰老师 他是书法老师也是国画的老师 而且他会把国画结合在那个我们的春联里面 所以别有一番滋味 那在这个过年的时候 这种春联又比较特殊 有时候他会画一些比如说梅兰菊主 还是一些牡丹代表富贵 那我想借由这样的活动 希望可以带来一个 让大家归了一个不一样的年 那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一笔一画大家聚精会神 专注在毛笔上 里长说邀请到了陈金海大师 不只是写书法 更可以将国画结合在春联的文字当中 相当特别为大家来写春联不仅是要送给民门 现场序议员更到场感受年节气氛 我想再过几天就是新春佳节了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写春联 第一个可以让很多的民众来索取 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呢 来指定自己一些的吉祥话 然后可以挂在自己家里的门口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可以应景 有这种喜气之外呢 那也可以继续发扬我们这个书法的国粹 现场排队民众要等待书法老师所写的春联 里长表示除了大家有春联 可以拿在百年古迹当中写春联 别有一番风味 也藉由这个机会为写春联活动 增添许多趣味 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过年气氛 记者许多人一代春联毛拜打